别说龙傲 婆罗多 道魔圣 魂葬 黑风老怪 云厄 陈湘淼这些上古门族的族主 就算是上古神魔大战时期的王媚龙泽崭兴都有些难以置信 明尊佛祖 又一个六亿年前的老佛 上古神魔大战时期的人物 明尊冷哼一声 喝道 你说来干什么 本尊参禅六亿载 便是为了今日 创世天使出世之时 尔等不也是如此吗 哈哈哈哈 有趣有趣 斩星飞了过来 笑道 哼 上古一战 我等没有机会交手 看来今天可以得偿苏愿了 龙泽也冷静了下来 望着身边一个个不弱于自己的高手 战意盎然 没有半分退缩 哼 人都到齐了吗 除了宣夜之外 恐怕就只有风险没有出现了 响 话音方落 一道天光直指浮宫天顶而去 眨眼间 到了浮宫门前 速度之快游在崭星之上 嗯 仙河天洞大法 妈的 风仙也来了 四大至高天圣健壮 顿然一乐 几个剑步飞上了浮宫顶端 从山下跟上来的陆晨 了晨敬老 舒忠玉都听到了山顶上的癫狂的笑声 陆晨飞在最前方 黑袍烈烈作响 嘴角轻慢的勾了起来 哼哼 看来创世天使诱惑不小啊 连多年的老怪物都给引出来了 以陆晨的神霄法眼 自会看清山顶发生的一切 那几个不断出现的人物 正是他此前一直注意到的神秘家伙 不出他的所料 龙奥 魂子 婆罗多 盗魔圣这些人 根本不是门族中最厉害的存在 在他们的身后 还隐藏着上古神魔大战时期的厉害角色 正如众人所看到的那样 还不仅仅只有一个 而是五个 龙子 封仙 崭兴 明尊 王妹 这几个家伙就是当年联手屠了沙谷城的人 对上他们 老朽也没有把握衍生啊 静老叹了口气 有些担忧的看了看陆晨 问道 小子 你要小心 他们可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 陆晨微微一笑道 哼 我明白 这几个老怪物在神界中藏匿了六亿年 光是这种忍耐力就够惊人了 慌论他们的修为 老臣颇为担心道 小子 如果明知势不可违 不如先向退去 谋求后策 师尊 天地苍生皆入局 我们能够逃得了一时 未必就能够逃得了一世 与其一直逃避 不如来个一了百了 陆晨坚定地说道 从他的语气中 无不透露着狂妄无度的气势 辽晨三人内心同时一震 大为震惊 他们知道 陆晨的修为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却是没有想到 他的傲气劲也同时被激发了出来 那可是上古神魔大战时期的五大高手 仅次于巨头的人物 连敬老都不敢说有把握对付某一个人 陆晨居然不怕 啊 他的修为到底到达了什么样的境界呀 三人内心揣夺万分 刚要发问 却被陆晨抢先到 诶 师尊 天之石可否在你们的身上 老臣疑惑地点了点头 嗯 没错 是在我身上 说着 老臣把天石取了出来 这块天石的两面都刻着天子闪闪发光 陆晨伸手接了过来 往怀里一揣说道 上去见识见识 不多做解释 陆晨拔身而起 片刻之后冲到了山顶 当四人来到狂穷山顶的时候 所见所闻再次让陆晨四人深深地吃了一惊 事实上 何止他们 狂穷山顶上 龙泽 崭星 风仙 明尊 王妹 以及各门族的天圣 皆是高扬其头 面带震惊之色的丁阵 眼前一处云里雾里鲜光四射 法华盖顶 云里飘渺的巨大的仙宫 此仙宫足有百丈高 似笔尽是琉璃玉瓦 神经仙石 打磨的光滑如镜 折射出的万千光滑 无不散发着浓浓的鸿蒙本源气息 这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宫殿 殿墙上闻刻着繁复的花纹 有的似龙如蛇 有的似星似月 有的宛如流水 有的酷似行云 四壁宫墙 花纹紧错 整齐排列 每每望上一眼 原本的固定形态就会发生一丝变化 而这些变化在每个人眼里 每一次观望都不会重样 俨然有着大道变化万千之感 无可厚非的 这座员工到处都是变化万千的大道治理 缥缈太虚的真正天道 这些天道 只可意会 不能言传 有的人会在一瞬间被吸引住 用心揣摩 慢慢悟出更多的道理 法则 推演出仙术 秘术 犯圣古法 甚至有可能是通天大秘术 显而易见的 类似于这等宫殿 上天三界绝无仅有 就连龙泽 王妹等五个活了几亿年的老怪物 在建道宫殿的第一时间也呆着住了 更慌乱路沉 老天啊 这就是原始神功吗 龙泽激动得身子微微前倾 看那意思 马上就要扑上去 把上面的一块块刻有大道古文的墙壁 一层层拨下来的念头 简直是垂涎三尺 贪婪无度了 随亲火峰 赤火无同 我 我看到了什么 天哪 居然是火峰一族的通天大秘术 洛凤在观望宫殿的仪煞呢 突然间有了明雾 赶紧坐在地上调戏打坐 进入空明之境中 众天圣无不惊讶的 有的似洛宇那般突然领悟 修道误法 有的直愣愣地盯着宫殿某处沉吟思索 有的则是围着宫殿四处观看 直至找到可以让自己明雾的所在 学着前者的样子 宛若痴呆魔争一般 挥直舞弊修炼起来 在场的石树天生 神态万千 但总归都是一脸的惊喜 一脸的茫然 不断的赞叹 哎呀 古尚丹道啊 就连了尘也惊喜地飞了出去 丝毫不顾忌在场等人如何凶神恶煞 直接跑到右侧一面 画着足顶小人挥法炼丹的前面 静静地观望了起来 宫殿的门外 只有陆尘 龙泽 王妹 封仙 明尊 崭星六人还能保持冷静 只不过 六人的目光却如出一辙的死死盯着那铜胶铁柱又仙暇缭绕的宫殿大门 痴痴出神 啊 宫殿大门上一幅霸气外露的巨幅匾额 腐凿刀刻般的书写着四个大字 原始神功 单单是这四个字 便有一种超然雾外 亘古神策的无上气息 这股气息 直欲深入六人的骨髓 只需要看上一眼 便使人无法自拔了 原始神功 原始神功外 六大高手石化般的呆指住 神 心 神念 全部被那巨幅的匾额上四个大字深深吸收 两久之后 才将自己的意志从那亘古的气息中解脱了出来 仿佛心有灵犀似的 六人对望了一眼 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便纷纷地抬起手在头顶抹了一把 不知何时 冷汉已经将六大高手的全身覆盖住 连陆尘也不例外 六亿年前 因为铸天插手远古节仪式 直到铸天陨落 这些身为上古门族中的佼佼者 无缘于原始神功 经历六亿载之后 心中惦念了无尽岁月的他们 便将这可以让他们修为更上一层楼的重殿 视为平生至宝 必得之物 陆尘倒是没有他们感觉深刻 但他明白 让一个修炼了六亿年 还停留在至高天圣境界的高手 一直等了六亿年 换成谁都受不了这般寂寞和苦楚 而今日 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渴望 将会比六亿年前百倍 千倍 万倍的放大 即使让他们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 今天这场仗 必定不会轻松到哪儿去 原始神功 创始天时 巨头之境 众人心中所望 期待已久 王妹抹了一把半边脸嘴角上的口水 终于从梦中惊醒 两只可不 带着血丝肉块的眼睛滴溜溜的转了三圈 忍不住激动的骂道 那的 终于找到了 创始天时是我的 话音方落 王妹率先扑了出去 明河九幽大法施展而出 天边浓云鬼雾万魂飘泼 在原始神功外 构出了厚达七八尺的重振禁止 王妹 别不自量力 创始天时只有我 崭星有资格拥有 随着一声宛若霹雳般的长笑响起 崭星执风雷之枪破云缩雾的狂盾而出 仿佛一道天雷直接将明河九幽大雾直接轰开了一个大洞 红 王妹回神 差一间丝毫无乱 双爪鬼光乱斗 银王风颤 击挥数十几将崭星的雷枪全然接下并站至了一处 为了创始天时 所有的人都疯狂了 龙泽 明尊 风仙也飞了出去 五大高手顿时混战做了一团 这群笨蛋 陆尘不懈地勾了勾嘴角 像这种没有任何结果的战斗 谁先动手 谁就是傻子 陆尘之所以没去抢 是因为他在原始神宫的大门上看到了八颗排孔 两三大门 左右各四 原本这排孔像是装饰 可陆尘只看了一眼就看出来 这八颗排孔 绝对跟八眉天使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有猫腻啊 陆尘死死地盯着八颗排孔 想从上面观察出什么 可是看了半天都不觉得有危险 不过 他可是记得静老跟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 不禁回头问道 静老 舒中玉 你们不是说过吗 舒中玉的妹妹就守在原始神宫的外面 怎么看不到了 舒中玉陈尘了片刻 秀美的眸子深深促起 观察了片刻之后 摇了摇头道 嗯 我也没有发现 难道狂穷的消息有误 静老立刻摇头 肯定道 不可能 我了解狂穷 这个家伙从来都不会撒谎 他说太初在就是在 那 陆尘眼珠转了一转 突然站上前去 从怀中掏出天之石 眼中流露出挣扎之色 天之石 陆尘用神念催动天之石 一缕细微到难以察觉的神力从天之石上散发出来 穿过了正在交战中的人群 与八处排孔中的其中之一连接了起来 果然有关系 陆尘眼中一定 玄机为难了起来 啊 这个原始神宫到底要不要打开啊 这可是一场好赌啊 静老默默地走到镜前 眼神泛着沉重 小子 你可要想好了 如果八枚天使能够打开原始神宫 一切都将无法预料 最残酷的结果就是三剑六刀马上毁灭 除了唯一一个成为巨头的人 其余所有人都要死 这个结果 你未必能够承受啊 陆尘闭上了眼睛 叹道 啊 静老 我明白 可是有些事儿 必须由人来担当 祝天的确仁一笔天 可恕我直言 他的办法只能治标 无法治本 想要拆解远古节 这神宫就必须打开 静老闭了闭眼 一副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 眼前的这位可是一个胆子大到包天的家伙 在他心里从来不知道畏惧二字和解 想要打消他决定的事情 还不如找上成千上万块豆腐 练练撞死的技能来得简单 而事实上 静老也知道 陆尘是一个遇事都会深思熟虑的家伙 他既然决定了 就一定有他的打算 这一点 静老没有猜错 陆尘的确想过所有可能 才决定打开原始神宫 让远古节真正降临于世 而并非像驻天那样横加阻拦 宁可牺牲性命 也要委屈求全 在陆尘的心里 天下苍生算个狗屁 老子只在乎自己在乎的人 然而 如果学着驻天那样阻止远古节的降临 无疑会将神肖成推到于神界各大门族作对的死胡同里 神穷是足够隐秘 但并不代表没有人能够找到 何况当初驻天阻拦远古节 还不是引出了太盘古神那样的巨头 最后被上天三界的所有修士屠戮一空 所以 阻拦远古节降临乃是最不合适的计策 然而 陆尘也想过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无情的劫难 别说神肖成 就算是神界都会消失 到了那时 结局一样是毁天灭地 自己在乎的人同样会死 既然横竖都是一死 为什么不拼上一拼呀 这是场好赌啊 拿天下数以百亿几的苍生做赌注 即使是陆尘 此时此刻也不免犹豫不决 举气不定 不过 从某方面来讲 这伙又是一个神经极其大条的家伙 从小就明白赌制一字为何的陆尘 只会从胜率方面决定自己的行为 阻拦 是死 不阻拦 还有得一拼 干嘛不拼呀 拼了 想到这里 陆尘眉宇一展右手一松 天之时呼啸一声 宛若受到了原始神功大门的吸引 飞了出去